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 2022年中国大陆将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民航市场 当地对飞行专业人才的需求庞大 但取得证兆的门槛却很高 因此不少本地华裔培与下一代专长 循着民航执照升级之路 一步步成为大型喷射客机的机长 一架喷射客机大约需要两人一组 共六组的飞行员可以想见 随着中国民航业起步 对于飞行员的需求将达数千人之多 波音公司估计从2012年到2031年间 整个亚太区对机长的需求将达185,600人 占全球的40% 拉弗尼Rotters & Wings Aviation 飞行学校的负责人庄尚义说 想要成为飞行员必须展现出热情与执着 经过初步的训练后 可以先取得民航执照 下一步就是拿商用飞行执照 未来就算不去大陆发展 在台湾 副机长一个月有8000元起薪 晋升机长一个月就可进账超过1万元 装商易解释 进阶机长之路有自训和培训两种 航空公司每年都会领选一批人 展开一系列培训成为飞行员 但对于身体要求的门槛高 淘汰率更高 最终想走入机舱的寥寥可数 另一条路就是自训 透过飞行学校授课 自己取得证照 再进入航空公司 接受转换培训 由于身行者已有基础 所以通过率高 接受转换培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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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受转换培训